大家好,我是熊哥哥 第五人歌中有许多感人的故事 其中关于信徒的故事 可能很多小伙伴们并不知道 信徒的名字可能叫达伦 他是一个孝顺的女孩子 他有一个哥哥叫沃尔克 父亲一直醉心于研究一种关于四角蛇的神秘实验 并且发现了散经洞窟中关于伊德海拉的秘密 那么达伦到底是怎么变成伊德海拉的信徒呢 这里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感人故事 我们在孟姿女巫的角色是信件中发现了现学 女巫的角色是信件并不是用女巫的视角讲故事 看上去更像是用信徒的视角讲故事 信件中提到的一个叫达伦的孩子 由于母亲得了怪病无法抑制 而哥哥沃尔克和父亲都在寻找通往地下的阶梯 这个阶梯像是通往隐藏在散经洞窟深处的宴旭 沃尔克以及父亲可能都听说了伊德海拉能让信徒获得永生 所以可能想通过寻找与伊德海拉相融合的方法 来治愈达伦母亲的怪病 可是伊德海拉并不接受男信徒 所以沃尔克和达伦的父亲都没被伊德海拉所选中 但是沃尔克的妹妹达伦被伊德海拉看中了 如果想要治疗母亲的怪病 达伦就要接受伊德海拉的召唤 成为伊德海拉永远的信徒 为了救治母亲达伦接受了 母亲的病好了 但达伦却从此消失在了原来的家庭中 达伦的意思和灵魂都被控制了 成为了伊德海拉的傀儡 从此在孟姿米吾的控制下 成为了追击求生者的工具 可以说达伦是为了救母亲 而选择了牺牲自己的灵魂 所以信徒小姐姐原本是个非常善良的孩子 两只乌龟 两只乌龟 跑得快 跑得快 一直没有鬼 可还带着兔儿朵 真奇怪 真奇怪